然后就是导哥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想问你 现在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上 说习近平的就是他最近呢 突然表达一种想跟美国要缓和关系 从他上次就是到旧金山跟拜总总统见面 然后呢他回去以后 你觉得他为什么现在想跟这个 跟美国缓和关系呢 你其实没什么没什么心意 过去也做过很多次 他做这些东西都是给外人开的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做给他的小弟在看的 实际上他不可能跟美国去友好 不可能说跟美国真心的去谈 甚至说有可能中共会改变他的体制 政治体制等等这些都不可能的 你不去做真正的这些政治体制的改变 实际上你谈什么都没有用的 对吧 美国人也不会信 新方国家也不会信 所以他做这些都是表面的 都是为了给他的小弟看 你看我跟美国我还可以去 太幼趣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还可以跟美国我还可以坐下来谈 他们还是能听我的是吧 我说话还是有用的 只是给他那些小弟看实际上根本没用 他背后干的全是这些邪恶的勾当 跟俄罗斯跟伊朗跟这个北韩 跟这个以色列是吧 胡扇武装等等这个都干的 背后这些事情什么都不会停 包括对台湾的这个威胁 是